一周六天在外面 到半夜回来啊什么的 我如果是以母亲的身份 我也会担心我的女儿 或者我以婆婆的身份 我也会觉得 哎呀未来的儿媳妇这样 我很焦虑 可是我觉得这是你选择的生活 如果它安全 你喜欢 没有伤害任何人 为什么不可以 这是你真实的一种生活 你没有伤害自己的身体 然后你觉得很开心 你也没有伤害到任何人 你只是喜欢这种状态 没有违法乱计 只是你的性情 非常喜欢这样的生活 我觉得也没关系 那小伙子提出的 当然也对 你觉得一个女朋友 双面娇娃 这种巨大的转变 确实有点懵 但是呢 你不能怪她 这是本来的她 她不想因为爱 或者是因为别人的喜好 永远把自己束缚起来 假装成另外一个人 迟早有一天 她还会露出自己的真面目的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她 你就要想清楚 你是不是能够接受她 我觉得人是有很多面性的 当我们相爱的时候 可能我们考虑的很少 这个化学反应激情燃烧 但是真正静下来 这个人适不适合 你就很重要了 我们不是那么幸运的 我们爱着对方 对方刚好和我们 是一样类型的人 不是这样的 我觉得有时候我们 相爱了之后才发现 我们其实不太一样 而且这种不太一样 会影响我们的感情 会让我们要做抉择 是不是继续 所以这个时候不能说 我们已经相处一年多 我觉得我对她也有感情 我特别希望她为我收敛一点 但是她如果就坚持 我做我自己怎么办 我相信两个人相爱之后 能够继续走下去 一定是有很多时候 要么包容 要么合适一致 所以你想好 你到底要怎样 好吗 谢谢 好 谢谢周老师 来 曲总 所有人在谈恋爱的初期 都会把自己最好的 对方最喜欢的 我最能够从对方眼睛里看到 欣赏爱慕的那一面露出来 都会不自觉地给自己做一下包装 你就包装成了乖乖女 而你肯定包装成了大方 浪漫 一定是这样的 那当进入第二阶段的时候 虽然酒吧事件是一个导火索 但我相信女生已经忍不住了 装不了了 实在是憋不下去了 突然找到了一个借口 一下就释放了 这种释放是来势汹汹 是判若两人 整得有点猛 从每天在家 到一周就待一天 这转变有点快 但是也说明你忍不下去了 与其说那个 你是无意中发现了酒吧事件 不如说是你刻意寻找的一个 一个爆发点 如果你真是想跟这个男孩分手 我要做回我原来的那个我 就决绝地说 对不起我们不合适 其实这才是我 我现在的我可能不能接受 那咱分手吧 但是你说你骨子里一定是不想分手 这个男孩身上一定是有你割舍不掉的东西 但是你采取的这种极端的方式 风险极大 因为在他的眼里会认为 你是在用实际行动来逼着分手 你做出了种种他不能忍受 甚至于触及他原则的底线 因此他当然不会带你去见他的父母 你现在这个状态他还没有适应 是个正常人就不太会适应 你能慢慢地去发现你真实的你 或你的全面的你 所以说第二阶段应该是互相看到了 对方的问题之后 开始慢慢地去包容融化 就比如说他看出了你这样的一个风格 你看出了他斤斤计较 算计 对吧 这是他的本性 他也忍不了多久了 好 这个阶段你们就算继续磨合 如果说这个阶段你们磨合下去 那就会进入一个新的片段 他会享受于你有两面性 既有你的那个狂野的一面 也有乖乖女的一面 因为我相信乖乖女也是你的 一个性格的方面的体现 你绝不可能完全是一个状态 对不对 不同的人在一起的时候 也是不同的状态的 所以说当对方要管诉你说 你不能这么晚回家 甚至于他已经做到了 说行 你两三点钟回来 这都行啊 在我看来 你还是觉得两三年的 才刚刚进兴 哪敢成啊 太任性了 刚刚开始 刚刚开始 太过分了 太感激 原话是 对 所以说你不能做人 不能太贪心 否则你一定会失去他 而始作俑者是你 明白吗 慢慢地去磨合 男生 恭喜你发现了一个 有多面性的女孩 挺有意思的呀 爱情的那个 这个奇妙之处 就是在于你不断地探索 发现他身上新的东西 所以你要去帮我 并且去全面地去理解 这个虎伟员啊 明白吗 您俩再磨一磨 刚刚第二阶段 刚刚开始 好戏 刚刚拉开序幕 就这样 好 大纳老师 我怎么觉得 这问题有点严重呢 首先有一点 第一点 你的改编是为了它吗 好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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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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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真的很痛苦 很痛苦? 对 你痛苦了半年? 对 没有一丝快乐 你能坚持半年? 对 那你太可怕了 你痛苦了大半年 你图的是什么呢? 那半年其实真的是很纠结 我是想做回自我的 就是在做回自我和在《乖乖女》中间一直在排环 你的性格当中没有乖的一面吗? 你在那样的装扮的情况下 那样的说话语气的情况之下 你自己内心如果一点舒适感都没有 我不相信你能坚持半年 也许你所指的忍是对他的态度 你刚才你说了三个关键词 第一个是取悦 第二个是自我 第三个是不值得 对吧? 大概连起来的意思就是说 我这样去取悦你 放弃自我 是不值得的 那我问你 为了谁 你取悦他 你是值得的 我不想取悦任何人 不可能 你不可能 有很多人都问我 说抖音上的突蕾是真的你呢? 还是节目当中那个不爱笑的是真的你呢? 你两个都是真的 我觉得你性格当中也有乖乖女的一面 为什么说铁汉柔情 铁汉梦碰见敌人的时候 是一个样子 碰见家人的时候 是另外一个样子 但前提条件是 他的这两个呈现出来的样子 都不是富有目的 他就是在那一刻 他自然而然地展现成那个样子 你说你不想取悦任何人 这不可能 人这一辈子 如果能够做到90%的时间 不取悦于任何人 完全做自我 那就很不错了 另外的10% 你不可能做到不取悦于别人 你完全取悦于自己也是不对的 我们做人首先就是让自己开心 我们要取悦自己 但我们不能太取悦自己 那就是放纵自己 你无非是在这个度的把握上 你违背了自己的内心 你一开始强装成乖乖乖女的样子 来希望能够博得她的好感 博得男人传统审美当中的好感 那样的一个女人 你自己痛苦 你就没有必要做自己 我们不要去单一地看待自己 所以我的建议就是 我们在保持一个积极的生活的状态下 在考虑一定的别人的感受的情况下 尊重他人的情况下 我们要尽可能地活出自己 但不要把自己拘泥于 我就是这样的人 或者是那样的人 这辈子我们都在变 你要是今天在台上 我穿那件衣服 我就是不舒服 我就可以不穿 我没有必要 一定要穿件摇滚服出来 才认为我是搞音乐 那叫什么 那叫执迷于表象而偏离的本质 无论是任何一个角色 无论是强与柔 都是你心甘情愿地去做的 那就可以 我相信如果你能找到一个 不是像他这样的一个男人 你也会乖乖的 是因为你内心觉得他不男人 所以你也就开始不女人 对吧 你刚才说的那个表也好 你说的那个房租也好 你不都在说你不太男人吗 是吧 那我就不女人吗 但如果你真的遇上那样的一个男人的话 我觉得你也会柔情似水 你也有那样的一面 而对于男生来说 这半年多你没有察觉 那是你自己的问题 当你已经习惯性地理所当然地接受 他对于你的那些改变的时候 你难道内心没有意识到 他的痛苦吗 你没有意识到 你以为他就是这样的人 你觉得他本来就是这个样子 那说明你在这段爱情当中 你的观察也不够 另外那个房租的问题也好 那个表的问题也好 你没有对错 那只是你的选择 从我的角度上来说 我也觉得你不太男人 所以我认为你们俩是不适合的 找一个让自己最舒服 能够呈现自己的人 他就像空气一样 让你能够自由地表达自我 这样的人才是爱人 你们两个人都需要找一个这样的人 好吗 就这样 好 谢谢陀老师 我在生活里面只相信常识 就是凡数违背常识的事 我都不信 比如说常识是什么 不管从事什么职业的 夜夜升歌 泡在酒吧里 喝醉 不管从事什么职业的 我认为都出不来 那真的不是为了职业 而是为了堕落 这是第一个常识 第二个常识 如果有一个人 能够给你温暖 足够地吸引 没有人愿意飘在外面 对 任何一个人都是这样的 即使飘在外面有一天 他会回来的 这也是一个常识 就第二个常识 我觉得在这段关系里面 是不是有吸引力 双方的吸引力是不是还在 第三个常识 在这段感情当中 我看到的一个常识 叫阶段 因为这个阶段 恰恰是生厌的阶段 过了最火热的时期 开始生厌了 发现彼此的缺点了 这是一个发现缺点的过程 只是你们相对极致一些嘛 你的缺点被外化了嘛 有些人的缺点 没有那么外化嘛 那么面对这些缺点的时候 接受的能力 和对缺点的辨析 这里面没有让步啊 爱情里面 我觉得很少有让步 这不叫让步 所以你们就把这几个常识 你们合在一起 想一想 现在需要让你们两个人 冷静下来考虑的 与常识无关了 其实也是一个个性感受 你们怎么选 那是你们自己的事 好吗 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 真情六十三 我觉得我需要的是一个 可以带给我安全感的人 其实我不想去喝酒 那是因为我孤独 真的 我想找一个能让我真正为他去改变的人 我就想说 我真的爱过你 现在也是还爱着 让我想一想吧 谢谢老妹啊 请回请回 谢谢你们 请回 谢谢你们的分享 来请关门 这个姑娘的最后这段表达特别有意思 就是继承了她一贯的一种状态 就大家千万不要认为 泡酒吧的姑娘是对家庭生活没有向往的 其实他们也有他们自己渴望的一种常态的生活方式 这就是现在的年轻人 你们看到的可能是外表上更奔放 但是在内心他们恰恰渴望 更加稳定的一种家庭关系